各位学员,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解析漏洞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继续讲解 客户端限制被绕过的情况 漏洞的成因主要是上轮的文件 仅经过JavaScript的验证 JavaScript的验证是客户本地的验证 仅客户端的验证是不安全的 下面这个代码是我从网上找的 找的JavaScript的验证代码 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边主要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然后得到文件名判断是否为空 或者是是否等人道 如果是等于的话就是反过false 如果不等于的话就是继续集成下面的代码 接着就是定义了允许上传的文件类型 就是10个字不串 点JPGR 点JPEG 点PNG 点GIF 点BMP 主要是图片文件 接着就是提取上传文件的类型 通过两个函数 然后按点来取文件后缀 最后来拼成 点XXX 点XXX 这种格式 最后是判断 上传文件类型是否允许上传 如果是不在这个 允许上传的文件类型中的话 就会是返回-1 -1等于-1的话 就执行会允许上传 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会返回它的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就是0到某某某的地方 就是允许上传 那么情况分析是这样 在这边是JS上传的代码 然后点文件上传之后 选择了一个PHP的文件 点上传 发现铲出一个框 该文件不允许上传 就是当前文件 类型为PHP 主要的 绕过验证的方法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是金融JS 第二个是本地上传表单 第三个是不pursue的代理栏截 第四个是删除或添加JS代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金融JS这个代码 直接打开另外一期 JS代码 我现在是没有金融JS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传一个PHP看一下 谭框说该文件不允许上传 就是文件类型是点PHP的 那我们现在修改一下金融JS 两个流暗器 金融JS的方法不一样 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 不允许任何网站运行交流Grid 选择之后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再选择 先来看一下 游戏上面是只有JS的 我们现在再来上传 文件上传成功 保存于当前文件节下的一点PHP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边已经上传成功了 当前文件节码 这是第一种网络方法 再来看一下 第二种 构建本地上传的表单 主要是不通过网站给的 上传功能文件 本地构建了一个上传的表单 而绕过本地的JS 验证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主要是一个 父母表单码 大家懂得一点 html代码知识的话 这个是很容易看得到 提交到这个地址 POST的方法 然后选择文件 提交哪个文件 就是提交按钮 现在先把JS各个 还原 再来打开 选择文件 这时候直接选择PHP就行了 这边这里JS也是运行了 我们点上传 文件上传成功 迫传一件PHP 现在方坦没有删除 我们现在删除一下 重新上传一次 点上传 文件上传成功 这就是我们通过第二种办法 上传过来的 一代PHP 那么 通过第三种 BOPS的代理栏权 然后本地限制 先看一下代理 然后打开 接受 先把它改成图片 打开 代理 选择文件 选择这个图片文件 确认 已经开启状态 然后点上传 已经难道包了 包装到repeat里面 现在就可以修改后缀了 因为它已经通过JS的验证了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没有验证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 修改一个名字 2.PHP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这里是无法显示 那么这边应该是文件上传成功 保存于当前目录下的2.PHP 我们到服器上看一下 可以看到 我们的文件已经上传成功了 现在就 就丢弃这个方法 关闭带领 做明前三种方法都可以绕过本地的 叫Friver验证 那么修复方法就是在服务器后端对上的文件进行验证 切记不要信任用户上传的任何文件 我还留了一个客户习题 自己动手实验 进行文件上传 绕过JS的本地验证 并完成 我没有演示的最后一种绕过方法 主要就是删除JS的代码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